Hello 大家好 我是Dr. Roy 这几年大家一定很关注免疫能力的问题 除了你的口罩之后 就更加要加强自身的免疫力 大家知道吗? 其实人体有七成的免疫细胞 都是你的腸里面 今天我们就用医学的角度 和大家分析一下 如何才可以腸先强免疫 要腸先强免疫 关键就是要平衡腸道里面的微生态 如果你缺乏抑生菌 就会令腸道微生态实行 降低了自身的免疫能力 同时也会出现便秘 肚射 毒素积聚了 会容易敏感 也有女性私密的问题 所以建议大家要补充抑生菌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但是单一补充抑生菌是不够的 要补充有抑生菌 抑生菌 后生菌的组合 才会更加全面 特别是后生菌 是需要有配置到特别发酵提取的技术 吃完之后才能仿效到长度的环境 补充好的细菌在生长营养素和代謝物 打造出完美的长度生态系统 帮助人体定时的排便 和提升免疫能力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都会问我 市面上那么多种抑生菌 应该怎么选择 不同抑生菌其实有不同的功效 你要懂得选择有能够增强免疫能力 能够帮助排便抑生菌才有用 如果里面有长生期钢菌 护肝落乳钢菌 肆酸乳钢菌 和比非得士菌 那就能够帮助你了 最后有一点你要留意 一般的抑生菌 很多时候未落到长度 已经被胃酸消灭了 失去了原本的功效 所以其实你吃多少都没用 如果要选抑生菌营养补充品 是要选有耐热抗酸包袱的专利技术 才可以完整保抑抑生菌的活性 直达到长度发挥它的功效 如果包袱技术里面有内层有抑生原物质 就更加容易帮助到抑生菌繁殖 对增强免疫力和排便都会有好好的帮助